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在座呢 大部分都不是讲师 也没有什么课程要卖 所以我今天讲的方向是 引用他书中的观念 然后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 即使是你自己想要在 比如说FB 发一篇文章 然后怎么样吸引人来看 或者是怎么样让人家更认识你 甚至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要说什么 人家可能会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这是我想要讲的方向 所以我把这本书的主题定义成什么 让人愿意买单 其实是情感价值的力量 其实刚才Faker也有稍微提到 一篇文章他让人愿意继续看下去 情感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个段落 我会强调情感价值要怎么样发挥出来 在文字中发挥出来 那今天作者Elton呢 林玉堂 他本身是一个文字力教练 他就是专门 专门教人家怎么样 怎么样用文字来变现 所以他有成立了一个文字力学员 那里面有很多课程 那他在写作 他写了两本书 一个是这本今天讲的文字力教练 知识变现报馆文案写作的四十九堂课 跟超级文字力这两本书 那他有一个特色就是 不管是他上了什么课 或者是在网路上 就是他的学员有什么作品 或者是他在网路上看到的任何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广告 甚至书籍 他们的一些行销手法 他通通把它汇整在这两本书里面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让你很想买的 买的课或书这样子 他的特色是 他曾经靠着一篇文章 他只是花一个小时写 就帮助他赚到六十万 还有他第一次开课 不靠亲友就赚十万 因为我们通常一开始开课程 都需要亲友团的支持 你默默没有人想报名 那他不靠亲友就已经有十万块的收入了 所以他后来专注于教人家怎么 写出有温度的文字 然后怎么用文字来行销 那我是Daisy孙玉芝 我目前是公安防护设备的业务行销角色 那我在 我过去是比较内向的人 那我在参加了读书会以后 甚至我自己举办了 就是创办了一个自信沟通学院的平台 一直在练习说话这件事 那慢慢变得有自信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加入这个自信沟通学院类色局 会希望透过持续的分享 练习讲话 让你变得更有自信 那今天讲的大纲主要会有四个 第一个是文案的差异 文案 文案我们通常 一般我们会觉得 什么叫文案呢 待会我会看到 这本书有强调一个 品牌文案跟销售文案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想要学写文案 却跑去学品牌的文案 他说这样子不见得可以卖钱 不见得可以赚到钱 你要学的应该是销售文案的框架 那写作架构呢 他这本书有很重要的四个写作架构 就是吸引 导引 供应 上映 它的共鸣手法 刚才Bakery有提到 你要怎么样产生情感价值 跟人家有共鸣 可以用痛点卖点 金眼圈点 那其实这个概念跟一般业务销售是一样的 我觉得都是通用的道理 以及我们最想知道的说 如果你东西已经很好卖了 你要怎么样变得更好 已经好卖那怎样变得很好卖 在有什么工具 要怎么样把透过文字让它升级 这是待会会讨论的 那第一个我们就来讨论文案差异 刚才讲的 他觉得说品牌文案呢 主要是在塑造形象 那销售文案才是促成购买 最后一底部 文案可以 就是它到底文案之间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异 我不把它区分成四个 目的的不同 受众的不同 利益的不同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 举例来说 比如说像苹果的手机 苹果的品牌定位其实是 就是思考不一样 但是这样的写法它其实是偏品牌文案 它是一个品牌形象的概念 那什么样叫做销售文案呢 像类似这样 你要具体化 推一把 让客户看到就会想说 我要赶快下单 所以手机预购送配件 限时三天丁的下单 这样子叫做销售文案 那我们再看 如果是减肥产品的话 它的受众 为了减肥 那它的品牌形象 品牌文案的写法会类似这样子 比如说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但是你一般的消费者看到这样的 这样的文字对你来讲 可能力道不够 你还不一定会买 因为觉得大家都一样 都是强调健康瘦 所以如果你再把它更具体化 你看销售文案它有什么特色 它会把数字加上去 然后有让你有动力赶快 有动力赶快下单这样 比如说30天轻松减重10公斤 不用节食 然后有95%的人都给予好评 那你看到这样子有见证 有数字 就属于销售文案 那我们再来看具体意义 像喝咖啡这件事 咖啡这件事 我们会想说 你会 你一家咖啡店或是卖咖啡的人 我们要建立的品牌形象 通常会是类似这样的写法 品味生活的美好时光 你会用比较抒情的方式去描述那个情境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针对咖啡的差异去写的话 去做销售文案的差异 就会类似下面的写法了 同样的是把数字加进去 比如说独特烘焙 存货口感 30天不满意 全额退款 就比较商业化的感觉 但如果是以解决问题 就像以防晒乳为例的话 我们既然是防晒就是要希望能够拥抱阳光 拥抱生活 不用担心晒伤 所以它的品牌形象会这样写的比较 以那个你的梦想为主 但是如果是销售文案的话呢 它就会强调 比如说它的实际功能 刚才有提到的 它的功能是什么 防水防晒 它的特色是什么 12小时 直角晒时 防晒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品牌文案跟销售文案是不一样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 如果你想要学写文案 你要了解你想学的是哪一方面的 你到底只是要做品牌形象 还是你是希望能够变现的 他觉得你不要学错方向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写作架构 这一本很重要的写文 一直在强调写作架构 是吸引导演过去上演 这是他这一本说的最基础 那什么叫吸引的话呢 像新奇啦 新鲜啦 有趣啦 或者是和你个人生活有相关的 都会很容易吸引你去注意 那他说可以怎么写 你可以用问句 跟很夸张的描述方式来写 待会我们会举例 那导演是什么意思呢 导演就是你要告诉他 接下来你会提供什么样产品 每个步骤是什么 那你用的会有什么效果 那他建议说可以从你生活中的例子经验故事去写 去促使人家说 对 你讲的这个我有兴趣试试看 那勾引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直接用提问的方式 引出对方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去强调 我这个产品更加比起来有什么好处 上演的话就像对手机找门一样 你要怎么样让读者对你的讯息是 一直持续关注的 那他强调说我们不要忘了 每一篇文章的后面是要留下悬念或语行动的 是必须要跟读者有互动的 不是写完就没了 这样很可惜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一步看吸引 怎么来写 吸引的话就是要用问句跟夸张描述 那什么叫吸引呢 例如说 你知道吗 怎么样 怎么样 或者你听说过吗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都是吸引你 对 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没有听过 用这样引起注意 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讲 吸引可以有哪几种元素评成呢 例如吸引当然就是标题 就像其实在每一篇文章 你最好都定一个小主题或小标题 就像一场读书会 我也都会习惯先再去浓缩 这个小主题想标题 我不是只是疏离 这样比较吸睛 那令人惊讶的数据就像刚才介绍的 你在销售文案上 是需要有数据 那真意性的观点 或者是一开场就直接说重点 因为就像我们在工作上 或者是你在跟人家平常对话也是 第一句话就直接说重点 说关键 会比较吸引人 然后悬念开场 悬念就是给你有一种疑惑感 或者是你可以用有趣的经历来写 那例如说 先眼球的标题就例如这样 比如说 你想到小习惯 竟然让我效率提升50% 那你可能看到这样的标题 你就会想要点进去看 到底是什么习惯 那数据的话呢 像这也写吧 比如说过去一年 我用这个方法写下10万 那你会觉得 哇 那我也想要试试看 真意性的观点就是相反 比如说为什么早起 反而会降低生产力呢 演出关键 你第一句 尤其是在信件的组织 我觉得这在工作室中还蛮重要 你要直接告诉人家 你要讨论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句话就写出来 我有一个可以为公司节省20%的提案 那悬念就是让人家好奇 想知道 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 猜猜是谁 会想要再继续听下去叫悬念 但有去经历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一个超理解 是你一定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在写部落格文章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几个方式去写 就是 刚刚那几个都很像 跟五分一面是 一个标识 就是一个页面 然后说 都在那边 就是正经 对对对 只来看 这个是超像白 正经 对对 然后你跟在一起的 书生在那边 对对对 所以想要 所以悬念 对 导演 那导演的话就是强调故事了 你的经验 那例如说 就让我们在谈话过程 你在写文章也是 就让我们想起上次做什么活动 然后我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开头 你在文章的中间 前面已经吸引人进来越多 那你开始描述一个故事 你可以开始 第二段你就可以开始描述一个故事 那你也可以写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内容 会颠覆你的认知 同样的在导演也是有这几种元素 可以去写 用问句是我很爱写的方式 然后创造期待感 指出目的 你这一篇 也许在 其实有时候在标题的时候 我也会 也会用写目的的方式去呈述 然后数字列表 创造共同的话题引导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有想过吗 问句是很好 很棒的开头 有想过吗 有想过吗 然后 创造期待感 就是你想要分享什么好抗的 人家 然后会颠覆你的认知 让人家会想要把它看完 到底想要讲什么 那指出目的 它这里指的就是要有行动方案 这里再次提醒 你要让人家阅读完是告诉他你希望他做什么 数字列表就是用比如说三个关键原因 以下几点 我要说明什么 那共同话题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 那我觉得很符合你最近的需求 最近看到什么 我觉得很符合你平日的风格 或是你的兴趣 那你要不要听听看 引导对方分享就是 我再思考一个问题 那我想听你的看法 所以有点邀约的感觉 邀约 用一个聪动的问题 也不是聪动 就是你有想过吗 你知道吗 然后我要讲一个故事 为什么有人轻松答辩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然后里面可能包含了一些技巧 以及一些分析 那最后问你说 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那勾引的话呢 强调是好处 强调是更加比较 那例如 刚才提到的 其实跟你上周 讲到的疾患有点像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解决的吗 你提到的问题 我先前也有遇到 你想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带给他什么好处 可以帮助你 最近发现 我发现什么工具 那我觉得 对我们做什么事很有帮助 你要不要试试看 同样 勾引的意思就是 你能给他什么 就是成居嘛 那他同样有这几种成果啦 价值啦 利益啦 股价啦 还有你帮助他 那比如说成果的话 勾引他 我告诉你哦 我试着这个方法 我的本事就增加了 五千五百个人 你会不会很想知道 我是怎么做 那价值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 免费的超使用工具 例如比如说像AI 我发现了很多AI的技巧 AI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提升效率 那你会不会想知道 有好处 那我最近发现什么 什么餐厅不错 下次一起去怎么样 同样是对对方有帮助的 才有办法勾引他 独家 我都会想赚心 有成功吗 然后独家也是 很健的独家的报告 然后提供帮助 所以勾引的部分都是 全部都是在讲 我能够怎么帮你 那上癮的话 就是强调 你要让他有个期待 然后最后告诉他 你该做什么 例如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其中一个技巧 那我下次还会再 分享更多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他有期待感 下次想要再报名 那每次我们都能怎么样 每次只要我们做什么 都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你也赞成这么做吗 你也这么觉得吗 那上癮同样 会有这几种 比如说内容 系列 系列这个字是蛮关键的 你要上癮就是第一集 第二集这样子 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设置悬念 给他有期待感 定期互动 所以上癮还是会强调 你是要跟对方有互动的 以及你提供他持续价值 建立习惯 冲着期待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系列内容 这也是我在推 读书会 我自己那个 知青工学院平台 在推读书会一样 都是用什么系列 第一部群 第二部群 第三部群 就是 完整 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 然后悬念的话 我要公布一个 一定会让你大资金的重大消息 听到你就会很期待 哎 那个时间点 很想知道是什么消息 然后定期的互动 他说你要让对方上癮 你就是要固定时间 去分享 定期的分享 养成他观看你追踪你的习惯 持续价值 如果觉得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建议还不错 那我还有更多可以分享的 习惯 嗯 同样的 就是 引起他 去期待 你下一步的行动 那 让他愿意参与 创造期待 放我黑手 叫做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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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是还可以看 下一节忘了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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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节也可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要 请大家试试看这个架构 用这个来举例 你有没有 早上 起床上班 觉得提不起劲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问题 那你觉得要怎么 导引他 导引他 导引 导引 忘了你该讲一大堆 就是讲一下 什么 导引 我想就是 反过来比较长 反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提的起劲 比较稀 哦 哦 OK 你的景庆比较稀 也可以啊 就是 大多人应该知道 就是 很早是早上起来 就很轻松 要上班 哦 哦 你有没有遇到早上很想要上班的时候 怎么要让你早上想要上班 也可以啊 可以啊 其实问题很类似啦 哦 我是想要让大家运用刚才的那种吸引一个有趣的提问 然后你要导引他 导引要 导引要什么 你可以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 导引就是 我有一点忘了 因为我们来都有带 你看导引就是 故事经验 你要重点 好 导引 例如 看这一眼 比较完整 导引 你看我刚才 刚才起 起不来 那怎么办 你要写一篇文章 关于 怎么样让他可以早上愿意爬起来 我们现在要试着写一篇文章 用这四个架口 吸引导引 吸引就是 一个有趣的提问 打中大家痛点的提问 我早上都爬不起来怎么办 那导引的话 可以怎么做 有辞职吗 没有辞职吗 对耶 问句 你有想过要辞职吗 很好 还有吗 比如说第二个也很好用 我接下来分享你一些小技巧 那题目是什么 题目是 通常我们早上都爬不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上班 早上上班都提不起劲 该怎么办 题目是这样 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其实天天在晚睡 第二天不想越得现实 所以不想越得现实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人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晚睡 但还是可以爬起来 可是你今天我们就是导引的吗 没有 阿里面是7 7 你会想要知道解方 你就是早上起不来 那你的解方是什么 你会想要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组织那个导引 对 对 他就第一个 那我选的第二个 接下来分享的技巧 然后 我先讲 根据英国研究 有每天很乐意上班的人 收获高故事的身份 这也是很棒 导引 对 故事 例子 你能用到刚才的例子 然后又写例子经验故事 那这里 分享的是秘诀 有没有 刚才的秘诀 你就是少了仪式感 那勾引呢 勾引 勾引 可是你看有数字有例子 英国的研究是怎么样 那勾引就是要强调好处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起床会有什么好处 刚才讲了你要有仪式感 那仪式感你会怎么样 创造对你有好处的仪式感 这里有没有什么值得 儀式感 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 剛才其實有一張圖 是在喝咖啡 他有一個儀式就是喝咖啡 那喝咖啡可以有什麼好處、價值 我也會喝咖啡起床 所以我們要建立那個儀式感 怎麼樣勾引 我發現 請喝咖啡精神 喝咖啡精神 這樣算是利益嗎 綁住了 儀式感就是你可以先交迷 因為你剛才提到儀式感 這是一個很妙招 那怎麼樣勾引他去創造儀式感 就準備咖啡、唱首歌 這樣你可能整天都會覺得不好 那上癮的話 讓他願意持續保持這樣的儀式感 持續 關注你 你會提供他妙招 讓人家持續起床 那上癮的話是這個線 讓人家持續起床的上癮方法 讓人家持續起床的 應該說 怎麼樣願意繼續聽你說 今天願意聽你 分享早期的秘訣 對 我到底這樣做之後 就會忘記 然後 我的生活有驚人的變化 我要公布一個 賴大吃一驚的重大學 認識這樣 有懸念是不是 還有嗎 好 那上癮 上癮就是跟對方有互動 讓他有期待 咦 我這樣子 那我是這樣做的 那你也有 早晨的儀式感嗎 歡迎分享 那如果你告訴我 下次就會特別介紹你的妙招 給大家知道 給他下一步行動 叫他留言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共鳴 共鳴 可以從痛點賣點 經典全點來看 那 共鳴的話 第一個 都要知道目標對象是誰 他們關心什麼 不需要什麼 那怎麼做呢 共鳴有這種痛點賣點經典全點 那如果痛點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站在對方的角度想 他到底最需要什麼 現在困擾他的是什麼 要讓對方覺得你是懂我的 那賣點的話就是 你會端出什麼解決方案 你的價值是什麼 經典就是讓他出乎意料 會覺得很好奇你怎麼會這樣說 所以可以用問題數據 還有剛才驚人的事實 的方式來陳述 那懸點的話就是有懸念 有個問號在心頭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吸引他去點擊你的文章追蹤 想要了解更多 就是像剛才有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這樣 會讓人家想要繼續追蹤下去 所以共鳴主要有這四種方式 那我們來舉例 像剛才共鳴 他現在最需要什麼 最困擾是什麼 像我們常常會遇到工作生活很難平衡 那你怎麼做到的 如果是一個課程就可以推他課程說 我會教你時間管理喔 我可以幫助你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 那經典就是給他一個 你這堂課的特色是什麼 你其實只要每個禮拜 我應該打錯了 應該每一天20分鐘 就是你只要投入少少的時間做一件事 你就會多出三小時的自由時間 每天只要20分鐘做一個小小的調整 你就每天有三小時可以自由運動 會讓他很期待 那選點就會讓大家聽的會想知道更多啊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下期你會減少更多時間管理幾場不要錯過 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你是怎麼做到的 賣點你打算怎麼提供他解決方案 今天是很訝異的證明的數據 以及學員點想知道更多嗎 那我們接下來 來看 好賣要變得很好賣的話呢 有一個這本書提到非常重要的兩個元素 就不管是文章或者是人的相處也是 一個人受歡迎到變得更受歡迎 或是你的文章 你的跟人家對話 他說都是圍繞著金錢跟關係兩個字 那因為這兩個字都跟情緒價值有關係 他會讓你覺得你是被重視被理解被知識的 那我從兩個方向來舉例 金錢的話呢 假設我們只是在賣產品 那我可能金錢你想要促使他買 你就會用限時優惠來套裝所有的方式去推他一把 那關係的話 你就是會希望跟他建立情感連結 能夠讓他持續的回購 所以如果在金錢方面呢 就例如這樣子 限時優惠滿千送兩百 那買更多是個多 那情感連結的話 你可能就會告訴他你這個產品是 他的背景故事是怎麼來的 每個每個產品都是手工的囉 然後是融入對待還是熱愛每條都獨特的故事 所以是如果是我們假設是社群 我們在經營一個讀書會或者是一個社群 同樣的套用在金錢跟關係兩個字 要建立情緒價值 在金錢方面 像剛才產品的話就純粹現實優惠 但是如果一旦談論到社群的經濟 人際的互動 人際的連結 我們金錢就代表一個價值的成果 你跟他願意結伴同行 是有互相給予價值成果 然後關係的話要怎麼樣連結社群 然後持續大家一起增長 像金錢的話你就可以教他 價值承諾就可以教他說 我這堂課可以教你怎麼樣讓社群 就是你經營的社群媒體可以變現 那只要花三個月 你的銷售力道就會大幅增加 那這裡是聚焦產品價值的受到需求 那關係的話像參加讀書會 你就可以獲得知識啊 結交好朋友共同成長 這個是關係的經濟 那他也有提到好賣變很好賣 除了金錢跟關係以外 我們要重視的是他到底在意什麼 對方都是要以對方為出發點去想 而不是你想說什麼 然後也要盡量的將所有感受去 不管是視覺聽覺或感覺 都盡量用文字描寫出來 這樣客戶看了才會有感 那有什麼感呢 有期待感 驚喜感和樂在其中 期待感就像 你會期待 你看了這篇文章 你會發現 就是心好像被填滿了一樣 或是會有那種美好的感覺 或是你看完你會覺得很有趣 心思被慰藉的 那像這個期待感 你絕對想不到這個小習慣 竟然能夠帶來很大的改變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文章的開頭 給人家期待感 那驚喜感是什麼 是超乎預期的生活 例如 哦原來可以這麼做耶 大家開眼界 就例如說 你想要介紹的是 比如說行李的整理的方式 可以把衣服用摺層筒撞收納 類似這樣子 原來可以這麼做耶 這也是一個系列文章 很棒的開頭 那在其中呢 就比如說剛才講的 我找到一個很棒的生產力工具 我不期待要分享 看了就會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麼生產力工具 所以對方在意什麼 可以幫助他解決什麼問題 才有辦法從好賣變很好賣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 哦這裡剛才沒有講到就是 我一開始為什麼會選這本書 因為我們常常去一些景點啦 或者是一些百貨公司前面 會有一些手工一筆店 一些攤販 那你們會不會很好奇 他們都賣得出去嗎 你們有買過嗎 有在手工一筆店買過東西嗎 沒有 都摸摸著都 都只是覺得 只是覺得很漂亮而已 或者是只是為了送禮 送禮物才會去吧 我只是覺得 如果搞不好到好 我會心思 就是覺得 人生想要的 都就會這麼麻煩 很好 會支持 就是 就是 我記得我有很多這樣 如果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不行我就叫他 就是我真的好可憐 然後價錢如果說 我還不太喜歡的話 對 然後我就想說那些手工一筆店 他們明明花那麼多心思 完成一件藝術品 但是卻很難賣 那到底要怎麼樣 幫助他們更容易賣出去 其實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他去買了一首工業 然後網路上購買 發現是超好買的 他就覺得還有那個 對 他每天 對 因為總共會其實都覺得 比如說在那個 松山區那邊 文藏人區那邊 那邊 那邊都有錢 都沒有很好 摻衛啊 我覺得 這兩年優勢很多 對 一個好像都快 三百到七二五時間 到兩個 所以我每次經過 我就覺得很浪漫 我會覺得真的有人買嗎 就是 有喔 真的 這好像 有特殊的人 這好像 遊樂園的食物 有點不一樣 那什麼 遊樂園 遊樂園的食物 不會 那就是你知道進去 就要被宰了 有啦 那就是我們去 在網路上 那你還是得 要被宰之前 有預期行李 有預期行李 他覺得超貴 也選過很貴 對啊 對啊 那 我之前在那個 遊樂園的 看電影的時候 他們說 一瓶水要六十塊 然後我直接去廁所喝 他嫁了 好酷 我那時候開始 叫我火可 然後我水龍頭 我就 OK 好 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對 所以我從這本書 你會發現 你要怎麼樣幫這樣的電影 推銷出去 要講的是它的故事 它的靈感 它的過程 手作的過程 以及它能夠帶給我們 什麼好處 例如增加 展現你的風格和自信 所以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吸引它 吸引它 可以用個人標籤的方式 大家要試試看 怎麼樣幫這樣的店 找到它的賣點 像吸引的話 可以從個人標籤 個人標誌下手 你是不是找不到 能夠代表自己風格的飾品呢 這個手工額環就是你的獨特標誌 那這個設計 你的靈感是來自於 小時候奶奶院子裡的巡迷草 那每一顆珠子都注入了 對家鄉的思念 就是 你要把它 一個故事 去吸引它願意看下去 以及 能夠幫助它 什麼 一開始就要寫出來 那導引的話 導引剛才講 你要 嗯 你會不會懷疑你寫什麼 每顆珠子都注入了 對家鄉的思念 就是那個誇張話 你就是這樣 大便 你就是這樣 可是 選文章真的就是要這樣 你要知道人家覺得文字是優美的啊 看的是很舒服 沒有我看完這邊我就刪掉 是喔真的 那如果是看上半部呢 你找不到能夠代表你風格的飾品 這就是你的獨特標誌 你看到這樣子你會想到嗎 有總計嗎 好吧 請舉止了 全市人可能大家會想到時候不還相信 後面大家會想到時候不還相信 後面立刻刪掉 我反而連問號也覺得 找不到能代表自己風格的飾品 可以 對啊 可是連男生都會想要有自己風格的飾品 男生也會有想要自己風格的飾品嗎 有嗎 當然莫洋 除特性 我是 對 所以很好 所以這句話你看 就是打中碰點之心 那導引的話呢 導引就是要開始強調 你可以提供什麼具體解決方案 為什麼好 好在哪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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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哪一個我們很想賣的東西 就是假設是手環啊 那你覺得怎麼樣去描述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一開始 破題就是找不到能夠代表你風格的飾品嗎 這個手環經過那個 嗯 什麼 試料的價值 啊 大師價值 對 或是什麼 可以正能量 對 他有自己的套色和價值 所以像導引這裡也是 像這裡類似 比如說我是採用古法做的喔 然後我花了72小時精心去燒製的 所以整個色澤包含之地性 或是像剛才Backer講的 有一些附加獎金 是有經過神的祝福的 好 你講吧 你想要兔子好 好緊吐喔 但是 以字條來說72小時 好像 對 你這樣這麼靈性嗎 就是 可是 無法是才做 就是 就是 假 反正你就是要把它寫得好像很厲害 花很多時間才做出來 你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個 軍 軍匙吧 就 就 宋代五大名字 對 他有個說法就是 每一個 顏色都不一樣 喔 那個是隨機少數的 喔 五一五二的 對 對 所以 所以這裡也是啊 要吸引你滿 你也要說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 就代表你獨一無二的風格 有呼應前面第一句 吸引的話 那勾引的話呢就是 呃 能夠帶給他什麼好處 你覺得可以怎麼講 這個褲子 這一串就是 對可以帶給他什麼好處 對 然後去之後就是 身性很困 成長 來 來 來 一千個 那個出門頭 會不會非常舒服 對 一千平 喔 對 過了 然後 老爺爺 我們來看 對啊 對 可是剛才講的也很棒啦 就是給你陪伴的感覺 有溫暖 那這裡是講說 你就會有獨特的魅力囉 然後因為是很自然的做法做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感受自然的溫暖 然後你會自信跟美的感覺 上癮的話呢 要促使他去買這串手 然後怎麼做 這是個墊子 上癮 最後一步 要讓他有期待感 期待感 第二件犯價 第二件犯價 你有可能喔 你這樣子人家就不想賺 剛才講的金錢跟關係 你要獨特 你還第二件犯價 對齁 確實優惠 只是用飲料 那還有什麼上癮的 剛才有提到金錢跟關係 其實 勾引 我想 我覺得 其實 應該要 我不擔憂應該的 就是勾引 我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戴上這個 你會獲得 有點就是 亂地雞群的感覺 往這個方向去 整個人都閃閃發光了 就是 你在 社交常人的時候 你會最吸睛的感覺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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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對 就是 所以 勾引就是強調對他好處 所以你剛才講就是很棒 那上癮的話就是 就是 就是要給他 就是要給他 給他行動方案 這是一條為靈魂打造的專屬事件 然後你只要分享這個照片 你可以 你可以買它 那你分享它 相信它會 成為你穿達亮點 你會受到 朋友的注意 所以 對 這整個就是一個 舉例 怎麼樣從好賣變好賣 放入情的 那我們再來 我這裡沒有改造 好 我們來以讀書會為例 第一句話 你買了書 卻沒有翻開嗎 然後 他曾經孤單很內向 但是參加讀書會後 變得很有自信 也愛上閱讀 學會表達自己 你看了這樣的字 你會不會想 究竟是怎麼回事 會嗎 會想要 沒有 我都是 買了書就沒辦法 吸引你 參加讀書會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看校圖 這什麼書也是在做 還是會想要這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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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讀書會的好處 就是這份子 對 對啊 從一句話都不敢講 到現在可以看看 對啊對啊 所以這個是吸引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 原本很內向 一句話都不敢講 但是他為什麼變得感感會感 就會表達自己 那你會想知道其中 是發生什麼事 那導引呢 我們來想一下導引 導引是 關鍵字 關鍵字是什麼 你在給我的提示 每個關鍵字都不愛 我覺得可以掛 我覺得好像第三個例子 那是兩個忘記 那是兩個忘記 從愛人變導引 從愛人變一 從愛人變一 這是導引嗎 嗯 像 就是你可以提供的具體價值 像 像 愛人 這個也算啊 就是你的方案是什麼 然後也可以用 故事 例子 去 你提供的方案是什麼 現在你的朋友也是這麼懂嗎 我不懂 我們來通看一下 上面前面一個例子 前面你看 他就開始告訴你 這個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讀書會 對他的做法 他這個讀書會特別在哪裡 我們就要去想這個導引 導引是有特色的 導引是他的過程做法 你會提供什麼樣的產品出來 具體解決方案是什麼 所以讀書會的導引會是什麼 你每次參加過程度 都講得到幾句話 就是參加的成員最後 那個元老成員最後都會換一個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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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經過幾次 就是 你講之後 都記得 然後 背可就是買東西 再也不考慮價錢 哈哈 每次來都會有小頂度 對 那是勾引嗎 對 對 現在講特色 對 就是你的方案特色是什麼內容 這個讀書會包含了什麼元素 就是每個人 這個成員都要發言 都要好 要好 有點難 對 要 就比較嚴肅 因為他給予一個發言 都會有發言的機會 都會有發言練習的機會 一定會 那這時候我們要不要去做一個還沒有發言 那這時候我們要去做一個還沒有發言的人 那這時候我們要去做一個還沒有發言的人 不然自己 我不會看 好 我講了很多詞 你還是記不得了 對 好 我看倒影 其實就是跟Sam講得很像 就是支持成長啊 透過討論啊 去發現不同的觀點啊 可以探索你自己的無限可能啊 所以他的組成是這樣的 這樣有點太正能量了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要吸引人參加國書會啊 那我發現有剩到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書就是要這個寫出來 那我就覺得說 你來這趟主要你就到什麼鑽也 好不好 這個就是詐騙 哈哈哈哈 你知道怎麼算 然後知道什麼 那很明顯就是要詐騙人 好 那勾引 勾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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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引的話 你看 你就獲得什麼好處 勾引是好處的意思 你獲得什麼價值 對 勾引是你的做法 勾引是你獲得的功能價值特色 對 我們來參加國書會 你現在可以跟Sam 一對一都 哦 一對一的諮詢 不要 所以有時候是不是因為帥而來 還有呢 勾引還有什麼動機 為什麼會勾引 就可以自己開始做會 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要來啊 今天為什麼要來 他的價值跟你的價值是什麼 期待是什麼 他沒有講話 這一群一定要回答 無法躲避 對 超難 超難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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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不同的意見 然後跟自己不同的意見很好 傳遞價值就是 我們來看 知識共享 知識共享 聽到不同的意見 還有你很療癒啊 就是你可能講得不好 但是大家也會提醒你很療癒這樣 然後很悠閒的 在週末午後悠閒的氣氛一起討論 好像找到同好一起討論這樣 好 那上癮呢 要怎麼樣讓他願意繼續報名 那個 來參加就 要你一百塊會 我以前還有一筆頭 對 對 就生大救 就生大救 還有 要怎麼樣你才會再來 下次才會再講一下 就生大七折 殺到 這個 還有 還有什麼方案 你觉得可以让他愿意再像前面是这样的 分享啊就能够让你成为亮点 那觉得这个读书会的话 怎么样会让你上 疗愈 喜欢场所的话 喜欢场所 那这里比较 就是金钱跟关系 你刚才讲的比较像关系 那种连结感 舒服的感觉 那这里如果是用金钱的方式 金钱的角度 就是立即 就是赶快报名 名额有限 就类似这样的写法 所以你看 感谢 这就靠大家想啊 那我讲完了 真的哦 好谢谢 谢谢 再见